第2回合 今日的辯题是 中天国务精博入中逸 第3回合 对财商方为政方 贴因足够 反方精华超义 政方主辩 黄河亭 第一副名 陈永恩 第二副名 丁刘毅 杰毕 杰毕 反方主辩 杰毕 第一副名 黄河亭 第二副名 梁浞生 梁浅生 第二副名 甘心自然 我們很高興請了三位亭奉獎賽事領分 他們分別是公開大學研究議論隊教練李尚文先生 本目六歲書院面向女前教練林桂甄先生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議論女前隊員黃錫熙先生 本場比賽分主編公演一副二副自由表現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4.3.3.4.公演到處補方兩分鐘 自由表演到處補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跌出前30秒會有1分啓示 逗中則有2分啓示 超市15秒則會連結結合 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揮幾個餐廠 發生的三個環節 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正確全面發言 我們現在先分析時間 請請補方三分啓示 謝謝 謝謝 世界衛生組織中中醫 納入名的醫學公邀 意味著中醫在全球製生成主流廉花 可惜的是 不遲至今日 中醫在香港依然無一席之地 在可能面題之前 我們先了解現時中醫的實況 因為缺乏政府的支援 例如18間中醫教育中心 演戰負盈規的形式運作 每年只能分得醫管局財政資源中的0.01% 中醫行業出現資源不足人手過剩的問題 與此同時 基層市民未能廣泛以實惠的價錢 享用優質的中醫服務 令中醫行業未能最大化貢獻社會 而題目中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代表著接受公帑的醫療機構 包括醫管局核下的公立醫院 和衛生處地區診所提供的中醫藥服務 因此今日我方倡議 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過程會以循序戰進形式進行 招臨現時18間中醫教育中心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原來在公立醫院和診所提供瞞診的服務 逐漸在醫院後悉的科目病房中 加入中醫或者中西會診 長遠更加可以考慮成立中醫醫院 現今行量免體的準則 理應審視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能否為市民在醫療方面帶來更大的效益 以及有利香港中醫的長遠發展 我方知前面提及以下原因 第一 滿足市民需求擴大中醫治療優勢 根據醫管局的統計 政府有份製造的18間中醫教育中心 每年的認診人數超過100萬 可見市民對於中醫服務有相當龐大的需求 然而上診中心雖然得到政府的資助 但陳金仍然是公營西醫服務的糧繪 而更多市民主要向私家中醫求產 收費往往會有幾百到幾千筆等 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林志秀指出 中醫藥被排鑊於公營醫療系統之外 剝奪了不少病人得到中醫藥治病防病的機會 將中醫擴大至公營服務 能讓中醫以更大的規模為市民服務 並且以更實惠價錢 提供優質不受規範的中醫服務 減輕市民就診的經濟負擔 讓更多基層市民廣泛受惠 第二 增加政府支援促進中醫行業發展 政府一直對中醫行業缺乏支援 因此扼殺了行業進一步的發展 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類外評價授指出 由於中醫未能加入公營醫療 而私人診所鮮幼進行臨床研究 難以收集臨床數據 缺乏研究機會局限中醫的發展 而在莫醫務人員待遇方面 現時入職的中醫未被納入醫管局的薪酬架 薪酬大多只有15000元 不及西醫的三分之一 可見作為專業的醫療人員 中醫在香港的待遇處於一個極不合理的水平 然而中醫它並非一文不值 反之中醫療法逐次受權利的認可 例如針灸療法或國際外科醫行連鑑行等 亦得到世衛國際藍床試驗部門認可 證明中醫絕對有好評的發展前景 將中醫臨入公營服務 改善醫務人員就有機會和待遇 而另一方面亦留持續獲得政府的資助 配映衛生住的規管 大幅增加臨床和醫療技術的研究 令中醫的行業規模和貢獻得以擴大 中醫療術得以發展 基於熱上方面提到絕對成了 多謝各位 參與ánud 各位大家好 聽完這四分鐘的開片 吳南彭博和我犯了兩大錯 第一 表者莫猛 有反感認為市民有需求 政府則不必要知錯 但對應中醫醫生 醫療需求是大到非政府之助的可呢 根據政府2017年數字顯示 中醫求診人數比例由2016年至2017年延遲下跌三成 可見中醫的需求並非好像有方說那麽龐大 更深的是到底是否但凡市民想要 政府就要納入去公營搞呢 凡請有看一副鄰政清楚 第二方案細節不清不楚 有方對公營醫療系統的認識並不清楚 在2014年政府文件清楚指出 現時所有公營服務都會由政府起碼有九成五的資助 其餘百分之五開始由市民治理 所以當中醫醫療服務被納入公營醫療服務之後 必會使用到龐大的醫療資源 有方今日方案說納入十八間將他們納入公營房屋 接公營醫療體制甚至推去掛病 甚至可以進入中醫醫院 但醫療服務本身就是按需求去分配 到底如何診斷市民是否合適政府的資助服務呢 如何分配醫療資源被市民細節欠奉 中醫納入公營醫療之後 用多多少錢呢 方案根本不清不楚 甚至有方說得很好聽 說要推動中醫醫療的發展 但看回業界的需求 香港前線中醫聯盟主席就指出 納入公營體系是只需要有中醫生酬的法架 以及由政府傳押資助的醫療服務 有方今日想推動業界的發展 但竟然脫離了業界的需求 我方實索不解 根據醫療醫管理局的文件指出 就算現時的中西醫醫療合作服務 都是以西醫為主要治療 中醫治系作為輔助 而由於中醫部份並非必要療程 只是在源復科的輔助療程 所以不會得到政府的輔助 市民自費於非謀利的機構 要知道 決定一個醫療項目 不符合立入公營服務 就必須要考慮到 符合公帑運用原則 符合成本效益 而今日將中醫服務 立入公營醫療系統 終於帶來兩大問題 第一 不符公營醫療系統 角色定位 醫療系統分為三層 第三層為積極為複雜 和成本高膜的醫院護理服務 例如器官移植 第二層周圍專科醫療 和醫院服務 例如急症 人間手術 兩層服務均由公營醫療提供安全網 確保有需要的市民 有適切的治療確立 被治療權 有經濟能力的人 也可以自行付費去私人市場 剩下的一層就是醫療服務 即是個人和家庭的持續護理 主要由私人市場去負責 市民自行負擔 橫觀中醫療 郭友康根本無論證過 中醫能夠取代現行的醫療方案 處理第二層的專科服務 和第三層的現狀質疑 所以政府根本無責任去進行資助 而中醫服務 標往調和身體 養生保健等等 並非必要的醫療服務 充其量都只能夠當作 第一層醫療服務的角色 並非公營醫療的責任 反而有方同學 假若中醫作為第一層醫療服務 亦需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是否代表所有政府都有責任 納入市民使用私家醫生 加年醫生的服務 都納入公營度搞呢 登記製造額外需求 不符政府的方針 現時非麻利機構 所圓運的中醫門 產服務 每次成功萬一為120港元 有經濟需要的縱門人士 都可以免收陳金 獎者亦開銷醫療券 職位局長陳少爺 都指出過收費屬行李水平 作為條理保健的中醫服務 市民已經可以按照自身情況去使用 變成人口老化 醫療需求折折上升 政府議員的四年醫療改革當中 強調不得過分依賴公營醫療制度 應加大私人市場的負擔醫療服務 否則長遠難以維持服務的水平 但將非必要的中醫服務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一方面政府的工廠保鐵市民 想降低收費 增加大量的要求 也不扶改方針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公營醫療服務 到底有甚麼病無法處理 需要用中醫去填補呢 各位先生 報道學問 那請快點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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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反而追問 而當方位的法文 也不得打電方法文 而有違之 公認一方可識時自出 而官方的同學會扣分 而次則分 而公認一方也曾擺動 而可置項決定是扣分 又請問相關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正方請自由開出一位電源 再公認 請你自由小集 把一位電源照示出車 好 正方公認開前面有兩分鐘時間 我想問你的方法 你覺得要維持現狀 可以維持現狀嗎? 可以維持現狀 可能你今天覺得市民的需求小 市民的需求實際上 我通常都問證過了 是的 需求小 市民的需求不是採用的 市民的需求是大 市民的需求是在跌 我說了很多次 跌的 跌的 人也是大 因為我通過約8萬人 不是的 我通常是每一成 會不會跌了三成 我通常都是跌的 但我通常都會跟他講 為什麼電影不跌的 我通常都說 在公討運軟績是甚麼 公討運軟績就是要找到最符合 要有成本效益的依靠 甚麼是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就是用一個最低的成本 去達成一個最低的效益 例如我通常講的公益 中醫不是沒有效益 但是我們要看西醫 西醫現在我們為何要做西醫 我明白 所以西醫比中醫更好 西醫的確比中醫更好 因為西醫更好 西醫有科學根據 但我們先看看中醫 中醫是否有科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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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沒有根據 中醫是否有三層 中醫是否有三層 中醫做不到手術 所以是否有問題 中醫實際上 中醫地分開我 他真的做不到 我撞之後撞死了一腳 難道我找到中醫是否做不到 中醫有否有調理身體的功效 例如我今天 可能你是不怕我需要中醫 是 多謝 那幫我已經承認了 原來中醫的作用是甚麼 原來調和身體是一樣 是讓身體的 全部都是第一層 剛好你覺得 中醫體全都不要 當然 現在第一層 正正是由私人而取消 現在人去身體私人 沒有 沒有 有否论证明私人市场不能捉得到 好,我们再来看 今天就说收费和地製制造教育中心 都是政府的监管 对,中心在市场 但我先看私人市场 私人市场现在正正不能捉到 基层市民需求有些疗疑 私人市场是私人市场的 谢谢 接着能够反方攻殿 反方攻殿开始几个两分钟之间 所以入风和中医可以认识什么 中医很多作用 例如中风才会认识 我会认识医中风 因为可以通过针灸、推纳等这些服务 其实我方说可以认识 因为人为了医中医 他禁过人中医、禁过病 最终死了 不好意思,我再次 有中医他禁人中医 想医中医 最悲死了 那方便是医科路的科路是医科路 所以有方说是你要解释 用中医正常的疗疗 这个病人最悲死了你中医的疗疗 但有方都要跟我说 如果西庸正常的疗疗 不是有方说是你要论证医 看你怎样能够治疗中医的疗疗 但问题是 今天的医疗事故 双方都有 所以就是医中风 中医的疗疗就是禁人中医 他的疗疗疗 最悲死了人 不是医疗事故 有方听死我 中医不是去医中心 人中医是否中医疗疗 我方不清楚 有方不知道中医都在做什么 所以对着中风有方解释不到 中医怎样帮人 反而西都医到中风 所以不明白中医的特性在哪里 所以再问了 今天张先生五盆血水肝可食 中医又怎样 又感染疗疗疗 所以多谢方先生 原来中医的作用 只是存在于调理身体 所以再面对了 今天你先生不不愿意 遇到车祸 流血不止中医又调弱疗疗 所以对着大病 流血不止 要提西医 对着中风西医 都帮到你心智力 所以调理身体 根本就不是一个医疗需求 所以我刚才都解释了 那成医的作用就是 在于要护理身体 所以想问一下 有方说 是否我方一副身高责了点 一副身高和月头 所以有方说 今天我方一副想食概念增高 政府是否要照顾他的需求 那没有问题 是 今天政府和你照顾你概念需求 多谢我 都承认无论 不是要照顾每个人的需求 那为什么 身体需要护理你就要照顾 我方和我相争都不照顾 但身体需要护理 我有方和我心 是没有健康的意图 但实际我都要去照顾 这个问题就挺不起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方跟大家说 真是很厉害 点击 你这个呢 准备权ック人工业 没有三三支时间 这是个小姐 好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幫提出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說其實市民以前的私人生費很快 有本同學沒有反對到 我說以前中醫研究的資源不夠 有本同學都是沒有反對的 他們唯一反對的是什麼呢 他們就覺得私人為主已經好了 但公益其實這些好處有可能我通過反對 所以我們設計的比較 其實現時的私人模式 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到我方上的兩個問題 以及在現時的私人模式 是否真是一個合理生費的價錢 如果我方論證不了這一點 其實無言之間我方所謂的好處是完全成立的 好了 今天有方就開出了 說我這不是公討論的原則 但公討論的原則是甚麼呢 他有關是否解釋清楚 我方明白 真正不是你去買貸片 我們就說他要資助你買貸片 但問題是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朋友 我今天很想去看中醫的時候 但問題是我們看到中醫有甚麼問題 譬如一個針咎治療 他已經送責了幾百元 算不算有千元的時候 更何況是一些關節理的患者 如果今天還要再針咎幾次治療的時候 而是對於這些長期病患者 或者一些縱瞞理患者的時候 政府又是否應該為他們提供中醫服務呢 就是有些人想選中醫 有方的討論說 好了 西醫都做到 我方明白 因為病症有不同的醫療方法 那為甚麼今天不可以為市民提供那麼多一個選擇呢 有方說那些車禍問題 我今天沒有發言車禍 也要去看中醫 真問題 不去看中醫 其他問題是 譬如我有中風 康復 我不是說要醫中風 他醫中風 康復 他就是癌症治療的康復者 其實這個例子已經廣泰醫院在做的時候 他受伺服中西醫結合療法的時候 為甚麼今天不可以將這些病患者的需要去擴大他呢 所以我看到中醫有極大的需求 並且一般市民調理身體的需要的時候 為甚麼不可以將它納入攻擊這條態度呢 好了 反而我們再來看 其實今天你說私人可以做得到的 問題是 其實私人我方看到的是 即使現在在這個家庭中心下 中醫的費用不然是貴過西醫兩倍的時候 何況是私人逃遜的時候的私民 是否真的扶交不到呢 今天我們還有兩個問題 一方面在價錢方面 今天有方說繼續發展私人 首先價錢方面其實政府未必保證得完 再者其實如果市民繼續看私人護理的時候 其實能夠成立醫療的話是判斷的方便的 我們可以將它納入攻擊醫療機構 將它繼續擴大 還有再者互合中醫行業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方也說了 現在很多時候是中醫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治療 去研發一些醫療的東西 譬如好像我方在開面也提出過 只是因為中醫沒有納入攻擊醫療機構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資金去掌握一些攻擊治療的 譬如我們已經收了一些立床病例的時候 其實單靠以前的私人模式都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 有方和我如果我們希望可以將中醫繼續發展多一步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將它立的攻擊醫療系統 而且我們加上私人身所入安 不然是中醫的醫療機構 進去進入立法呢 這位方和我都回應講幾點 否則我方方面是絕對成立的 多謝同學 謝謝 接著是反方大一副片,有三分钟子彩继续 最后,大家好 要考虑Jobie英国的立日公民纪录体 不如和以下三条文明分析 第一,觉得市民对于中医服务的需求 是否即是达到非用公帑导座不可 我方主要问各位方法 过往三年体中医的人子大了三成 我方法拒绝不认 现时公营医疗有什么漏洞 以至必须要用中医去服务利益 有方亦都不敢答 因为大家都知道 答案正如中大中医研究中心总监梁炳中所说 中医只是辅助性质 根本不符合中营医疗 就要处理急症和专方医疗的角色 终其量只是做调理身体之有 有方同自己都成为了 所以再问有方法 现时有些什么市民是因为未有公营中医服务 而得不到息质的治疗 而受到严重医疗的方法 我方一个例子都拒不到 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 现时香港已有18间 由非政府组织医疗的中医院 我方同又说 不过中医院很贵 市民看不起 但市价价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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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所以我想问有方法 但是市民应对着应急的服务 应对急症服务 一些大病的手术 应对专攻服务和手术治疗 应对着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疮风感冒不止评设保健 本身已经是交给私人的治理 所以资源并不像汪桃那样 无限地多 不是市民想要多些 但汪桃要多些 反问有汪桃 想要面对人口老化 未来医疗的需求急增 你觉得增加非必要的医疗开支项目 到底是否能够解决到 香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多谢各位 谢谢 主席 评判 有汪桃和我最后 各位大家好 有汪桃讨论变题之前 原来欠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对中医的形式 我们看到有汪今天开出了 公盈医疗有三个层次 他们说 因为中医只能做到最低层的个人护理 因此不适合立入公盈医体系 我们可以证明的是 中医的疗效有时比西医更好 以慢性肾衰协为例 西药只可以减慢肾功能衰退的速度 而且有关药物长期服用的副作用严重 但依据浸大中医学院的研究指出 用纯中药方法治疗有效率超过七成 远高于西医疗法 再来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副长 男士受治出 中医治疗一些常见病多百分有明显优势 而且各种痛症 例如肩颈痛 腰腿痛 各种关键 都有良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种种证据都证明 在很多病患的研究方面 中医的疗效都是比西医更好 因此恶方不明白 为何利方可以仍然说出西医永远比中医好的结论 而且再来看 如果我们认知中医的联法可以比西医更好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个政府不应该去瞞住市民对中医的需求 尤其是当它可以提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更加应该运用高档去做这件事 如果运用这件事都做不到的话 那你所说的高档运用原则又算得上些什么 但有个同学今天犯了一个直线狼测 有个同学今天就说因为中医市民对中医的需求下降了 所以我们见到一定是市民不喜欢提中医 但我们见到其实有可能我们在浅层上 因为市民少一看中医就觉得肯为中医的信心不足 但我们见到香港主策中医行会副长林培恩指出 香港市民他并不尋求中医服务的主要原因 肯为收费贵并不肯为对中医无信心 而中医之所以收费贵正正肯为现在每周公益这条体系 并没有政府补贴 所以见到面对现况问题 有方选择妥协 选择一味停滞 并不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面对市民追求 面对收贵贵的问题 再来就是面对中医在科研研究方面缺乏拓败的种种问题 为什么有方仍然开始逃避妥协 去停滞不前的态度 我们再来见到 其实现在中医 他说陈金是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但一个合理的水平地方 为什么判断呢? 如果被这些公益医疗服务贵出两倍的话 这个仍然是一个合理的水平的话 我可能真的不明白了 什么叫做不合理呢? 再来就是 有方跟我说到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看中西医混合的照片 所以就不是看中医 但我们见到的是 如果中西协助效效更好的效果的话 那就更加应该加入中医 去尼補公益医疗的不足 所以我们见到的是 现在总括而言 有方便对我提出的中医优势 有方无法反对 而且做中医疗问题 有方亦都无法纯粹解决 因此今天的剑题 你答应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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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有二副位置 南法有方有几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 他觉得现在中医的需求下跌了 是因为陈金贵 但先搞清楚 三方合作的中医诊所 陈金只是120元 还便宜过公益的急诊室 不知道陈金贵的说法从何而来 第二 有方说市民有需求 为什么不让他们看中医呢 但先搞清楚 我帮主编一副都问过 政府数字统计处15年到17年 提中医的恒常人数下降了三成 下降了三成 为什么有方说市民有需求呢 需求跌了 反而政府要增加補业的诺辑 有方说也没有解释过 所以到最后有方说也很矛 说中医现在科研没有突破 要帮助他们行业发展 但怎样帮 要付多少钱 预期的城下 全部都无论性 所以只是口号式地说 中医行业要发展 所以就要纳入公益 中医体系根本只是直线获失缺乏论症 所以再审视 为什么有方说想纳入公益体系 第一句 贫通人士想看中医 不能看中医 好惨啊 但先搞清楚 贫通人士是否只能看中医呢 我真的这么说 是否不看中医就没有其他选择呢 政府的责任 是否一定要确保 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呢 所以面对着贫通人士 普通肝门层 50元层间更便宜 比你去看中医 需求已经照顾了 额外看中医 调理身体的需求 为什么又要照顾呢 有方同学 从来都不和我们比较过 再看回 有方同学说 今天中医价工很低 缺乏突破 所以就要纳入公益 这类体系 但今天很多行业都缺乏突破 很多行业人工都低的 资讯科技从业园都告诉大家 被人当狗 那是不是有方同学 又要开个公益的资讯科技公司 要去照顾需求呢 所以有方同学看片 图得很窄 根本没有认真看过 现时公益医疗系统的定位是什么 有方同学最大的问题 是看不到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分别是什么 刚才公便问过 对着大病 中风等等 西医都同样医到 有方同学说 神病 中医都可以医得很好 但西医原来都可以医到的时候 中医根本没有必须要取代西医 要纳入公益医疗体系的独特性 对着小病 有方同学说 原来中医的作用 最大作用是来护理身体 我方又不明白了 有很多身体护理的需求 在各个位置都面对着 是否政府要全部照顾了呢 有方同学说 也没有跟我们比较过 所以大病 西医处理到 甚至对着这些僅忧疾病 中医完全帮不到手 对着小病 原来西医都同样帮到手 而中医只不过是 只是调理身体的作用的时候 为什么调理身体的需求 政府都要照顾了呢 所以健康与医务发展咨询 委员也指出 政府公益医疗的责任 是处理一些成本高额 并且极为复杂 需要极高专业知识 去应付罕有疾病 重病或者复杂手术 这才是政府公益医疗的定位 所以对着有很多小病痛 因此七成都是由私营界别去处理 所以政府的做法 一直都是想推治医保 甚至是推医疗卷等等 将这些小的医疗成本 去转嫁给私营界别处理 而政府在医疗资源局下 集中处理公益私营分工 所以我问这个方 后场答案 这个分工是否做错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大启观点 好 团队各位大家好 今天剛才有封醫庫跟我說 封營醫療只可以負責成本高膜的大手術等 所以問一下如果真的這樣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在醫院的治療門診部門呢 我明白正是對第二層 第二層他都有需要的 所以才會去治療門診部門 問回有康童話 現在你口中所說18間非物理機構 你說120元很貴 但先看一看 原來政府長者可以用醫療叫中門 可以免費去治療門診 所以有康童話為何負擔不到 所以我跟剛才的說法 因為市民有需要 所以議員都有提供 我們現在中醫有需要 而且身負貴 我們看到如果市人肯定一個療程 洞接上去 還要進行幾個療程 市民如何負擔呢 那為什麼不提洗衣 但是我根本真的想看中醫 譬如我扭到腰中醫 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知道我們看中醫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知道我們看中醫 那為什麼你不肯讓市民有一個選擇權 幫我們看到中立醫院治療一個顏色 分分鐘一個市民想要用花療或者電療 或者一起做某些選擇的時候 為什麼右方這邊要問他們的選擇 選擇的就是 直接給他們看西醫 會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解釋過 我可以選擇其他的什麼 其他不同的選項 而供應某些的責任 所以不是基層市民就是沒有他們的選擇 基層市民就是可以看西醫 有什麼叫做美容提示 現在我想要看中醫的提示 就是做什麼 那我想要看西醫 那我想要看西醫 是否要知道我們要看西醫 那我們要看西醫 總是要回答同學 我們就是覺得 因為中醫不夠好 所以市民沒有這個權利去選擇看中醫 那我們就回答中醫療校治療身 所以P更好 治療慢性不是更好 那為什麼這個形成一個不足的優勢呢 所以政府在用的床 都是被治療權的 而不是選擇權 政府已經給了一個基本的看病權 你對我們看完腸要 他回答我 究竟現在白療身為何貴呢 我先說 西醫只得50分之白療 我都覺得很貴 還要說 政府人家中西醫協作計劃 如果會中風 下陰 暴徒 癌症 覺得病人都可以享受到 中西醫服務和中醫 一些不服務的時候 那我想問一下 對於這些病人 為何要取消這個中西醫線路計劃呢 我跟你們說 你覺得一個病人 你覺得很怪 看不到 對 等等 我想問過一次 其實我們說病人想選中醫 政府家中西醫協作線路計劃的時候 他覺得中醫應該存在 為何會中西醫院計劃呢 所以我跟你們都不敢回應 都不知道 因為根本說不出 有甚麼病人覺得白療身為貴 中藥區面外 看中西醫院的病人 怎麼是貴 所以對應中西醫院的責任 從來不是保障他任何選擇 而是保障他基本受治療權 所以有病的話 就去提西醫吧 西醫已經保障了你了 為何我要額外照顧其他需求呢 反正有幫助解釋 所以對應中西醫協作物現在幾個輪 不需要大家公認醫療法 已經能夠照顧到需求 一百二十元收買保障 沒有收 EUR 因為你只能夠照到最基層的需求 你想再做稣 對她遠足不會 向西藝吃中藥 不可以 所以有多現在市民的需求 老少預備 中醫的高爾問題 所以現在都 bites 中醫在陳所店研究也行不了 你憑甚麼是漏逑行業水 fryieran girl 為甚麼 支持舉辦視野 因為主管與市民應該有 una 健康原理,所以股仗健康,中醫又股仗健康 為什麼今天一個同仁想去看中醫的選擇你都不提供呢? 不做針灸是否會大病? 有方同學,最問我一次,為什麼現在中醫沒有股仁機會你都不提供呢? 你對這個行業是否容易放棄了? 所以有方同學都說不過去,為什麼不做針灸呢? 就是很大意思,就是針灸根本不是基礎,是醫療需求 所以政府根本沒有責任去接觸他的針灸需求 配應你科研的問題,有很多學業都需要科研,是不是全部都發布公認? 有方同學,今天的公認醫療體是否只要提到基本需求 我方同學,而在兒童洗牙股是免費的 其實這個比較基本需求,你可以看西方牙醫的 為什麼要設立這些牙醫健康學院呢? 有方同學,同保健和西醫中之間的關係 你要解釋為什麼可以累你 不如你回答我了,你自己又走出去,剛剛問我方言 你不如回答我了,你說方言現在很缺乏資金 很多學部都很缺乏資金,是不是全部都公認? 有方同學,所以我只見到,譬如你講了創副的話 就是創副的存在 我們先回到這個問題,因為你覺得他只要提供基本需要 但其實某些負責傷,很多病以前都不是基本的人 才可以提供給他,譬如憑血病人 其實他還沒在基本需求的時候 那譬如你譬如說,不應該要照顧你呢? 所以憑譬個問題,西醫照顧 對應你所說的創科,那有沒有公認創科公司? 不是,方同學你搞清楚,你現在想不到 是否公認治療治療,即是基層的 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只要包大 幫你試試交給就已經夠了 不是,有方同學,你解釋為何這件事 西醫做不到你想,中醫做不到的事 所以政府從來不是要確保你有所有選擇 而是只要保證你有基本受治療的權利 所以有方同學,再問你一次 創科很需要發展,那有沒有公認創科公司? 有方同學,你今天講基本需要 但我方已經舉了很多例子 例如是治療硬症 中醫也是有比西醫更成功的例子的時候 那是否應該給市民有這麼好的選擇呢? 你問他,創科已經不敢再說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今天政府的責任和保證住民的需求 所以你看到政府現在給了PV的選擇 市民,其他都是創科 好,有方同學,我不是說是 政府已經創科的破證不足資金 那是否已經照顧他的需求 有方同學 正方主要最期待 飯坊現在有46億元開口 然後開口之後拋在這邊 難怪 準備好幾場 最後各位,大家好 最後跟創科的問題有一個 我覺得很好 要創科發指需要有資金 所以講到未來,其實只不過是資金問題 根本不是納入公認醫療太室問題 纳约公尼医疗体是做什么呢 中医师要是医管局请他 要有同等的薪酬福利 这些全部都无关事 所以对着波尔问题 原来说算穿了 只是增加资金给他做波尔 已经能够解决 而对应着他所说的什么针灸 甚至是癌症的疗程 原来西医同样都照顾到 所以我方说了很久了 我方说了很久了 我也有增加一个需求 我方逐边也有想愤怒一点的需求 那是不是政府都要全部治理呢 所以说了很久了 政府的责任 还是确保基本受治疗权 是不是有很多方法给你淹 所以我方说了这么久 都根本解释不了 为什么中医有西医无法取代的原因 你都说不出呢 各位 但是我便在做大型的针灾 不是有想要求 dear 为了一让我们rates 你ners历文 针灾 他会订问 他会议讨历 他会议讨历 你跟您就开始省开 你 partners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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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體系有很多問題,壓力大,醫生不夠等等 所以好像一個白病前生的病人那樣 所以統合比賽的資源調過 就只是要怎樣去解決醫療運動 醫療體系的問題,早來從來都沒有解釋過 現時現代,怎樣去解決醫療體系實際的問題 所以無方今天跟大家說 在結別位置,對於醫療體系的一個病人 雙方有三個分歧,需要去釐清 最後是需要去明白 第一,究竟病人的病症是什麼 現時醫療體系的問題是什麼 針對著全場,有可能從來沒有說過 究竟現時西醫療程、公營醫療體系的系統 有什麼流動,需要中醫去理好 甚至我問一副二副問你 那現時有什麼中醫是做到,西醫是做不到 有可能結局都是說一些個別例子 中醫院做得好一點點 但是對於整體三層的醫療體系來講 如何能夠全面多方面去為市民做一個更好的選擇 令到中醫必然被失以後都沒有去解釋過 甚至說,三十個巴士星下廣的思考 為何等於需求帶,後來沒有說 曾經為何貴,原來我方論證過不貴 後期也沒有再說 甚至說,有日後到後期,針灸了一些基本需求 我沒有針灸,為何我又可以站在那裡 所以今天講過後,如果對應需求、目標和手段 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何它所說的中醫療法 是必定對於現時的公營體系有它的需要存在 政府必須向所有的功能去推動中醫 亦去到第二個問題 究竟因生的角色是什麼 醫療體系也有專門不同的角色 正如公營體系也有它自己的定位和它的責任 所以針對這場比賽,公營體系的定位我幫重表了一次 就純粹是要保障市民的備治療權 以及是有需要的市民得到需要的服務 但可能我跟大家說,不是,我想給多個選擇權益 雖然可能日本全場都論證不到 為何政府或公營醫療要給機器 去選擇所有想做的損項 為何我凡是要去看不同的醫生 我都要受政府的資助 政府公營有必要來資助我去看不同種類的損項 亦沒有解釋過 為何資金貴,其他科研,其他行業都有資金貴的問題 都需要有科研 是否政府又要去資助所有的行業去進行研究 沒有解釋過 所以結論很簡單 可能對應著這個 對應著究竟公營醫療體系的架構 公營醫療體系的定位和責任 從來沒有解釋清楚,亦都不了解 正正衍生出來,它完全不了解 但現時政府沒有責任去處理它所謂離處的問題 正正去到第三個問題 究竟醫療體系未來的實際保健 實際未來的問題要怎樣去解決 其實說到沒有,決定中醫容納 與公營醫療體系的決鬍 比這個病人更加複雜更加困難 因為你這個病人治錯了 可能只是一個人的事 但如果公營醫療體系的決策做錯了 可能是整個社會 與你去買單,與你去揹票 所以今天講得很好聽 同一個說可以直接整個中醫療法 去搬陽光醫療體系 但前場問題有些可行性的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解釋清楚 一些不同的療法 雖其是極其長 甚至會有什麼氣功的療法 要幾個月甚至幾百天 才可以完成整個療程 是否打算政府要無聊期 不斷地資助這些療程去進行 沒有解釋過 所以到最後一個不清不楚的方案 只會導致到最後 政府製造了一些不必要 不需要的需求和不必要的開支 令到政府的工法越來越少 又是解決現實公營體是最好的辦法 所以對各位 人處實則懷疑 其實沒有病沒有痛 我們都不會擔心病後 有什麼需要做 但病情來了 問題來了的時候 正正要針對問題去解決 實際上苦底抽身 去解決實際的病情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其實來到比賽的尾聲 我們看到有方在自由變力 他們已經承認了可以投放資源 去發展中醫的醫科研究 但他們之前在潮場 又說是沒有資金投放發展公營的中醫的時候 可以看到有方在整場比賽已經退了 其實不妨看看今天有方他們犯下以下的錯誤 第一 他們瀏覽面體 今天一一步他們口口聲聲跟我們說 中醫只有來輔助 不能夠立入公立醫院 但我們先看看今天的面體 今天討論的是公營醫療體系 公營醫療體系 不是只有公立醫院的有方同學 再者 我們看到為何中醫不能以一個輔助的性質去加入 慢慢再擴大它的成效 甚至將來可以跟中西醫一起結合 去進行更好的療程 例如我方已經舉出很多不同廣環醫院先導的計劃 這些例子都告訴我們 中西醫一起的治療病人是可行的時候 這一切都只是由方的擔心 而在他方眼中 既然覺得不逼致 不去到死人 就不需要發展公營的時候 那為何在公營醫療體系中 我們看到會有牙膏保健 會有婦女檢查 反正我保消牙 或者我不去檢查 我都不會死 有婦同學 可以看到有婦根本就不了解公營醫療體系是一個甚麼回事 第二 不求甚解 有婦今天打這場比賽其實很輕鬆 他們只要不斷地砸壞中醫的療法 或者他們被不想西醫 或者西醫取代他 就等於他不需要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但其實我們從開面到義父 都已經舉出了很多中醫治療的效果 少只是調理 但只是去到治療癌跡 都是有比西醫更加成功的療法的時候 為何不可以納入呢 甚至乎有婦今天提到 都說調理或者治療一些常見病例 這些都是一些不重要的病徵的時候 其實有婦都無論正確是不重要的 所以有婦不明白不了解的是 為何又有西醫 都會被病人選擇去化療或電療 甚至乎切割腫瘤的時候 其實是有不同的選擇方法給市民 為何偏偏我們就不可以 給多一個中醫的選擇給市民呢 可以看到其實有個地方 今天非常反對中醫 但請你不要壓殺廣大市民 現在對於中醫的需求 和他們希望有一個更廉價的價錢 去享受中醫服務的一個機會 總會而言 其實有方法我今天反對的辯題 是基於種種的謬誤 和對中醫的誤解 因此有方法立法會成立的 再說討論回今天的辯題 其實我們不得不談的是 中醫對在香港政府的心目中的願景 但是什麼 話說香港政府在早年 98年提出要輕易有中藥港 擔當中醫的國際基地 當然做中醫的方案 最後是無疾而終 胎死腹中 更是成為了香港人 對於政府施政失敗的一個恥笑位 而中藥港之所以注定失敗 是因為香港未學行先學走 連最基礎的中醫服務 政府都從來沒有承諾提供給香港人的時候 又怎可以希望香港能夠幫助到中醫去繼續發展呢 其實香港一直有的良好的醫療體制 中生融合的傳統 而這個大環境之下 我們甚至乎見到 其實市民對於中醫療程的需求是存在的時候 即使下降 由一百萬 下降到七成都好了 都有七十萬的需求的時候 這些在右方眼中 是不是有還是叫做小呢 可以見到其實 中醫在市民眼中是有需求 而我們見到 大學也都有足夠力 甚至乎 多餘的中醫人才提供給香港這個環境之下的時候 然後為何由方要將中醫拒絕門外呢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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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片段發言時間是104月 我的車前不需要扣分 你出來給我一篇文 大家請聽用的聲音 同一段時間看來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儘量令自己保留那一段時間 進入雙方的處事 是需要很大的一段時間 我最後也不太可以跟他講 我覺得今天雙方 我嘗試講短一點 我覺得今天雙方有第一件事 今天雙方給我最有趣或者最奇 最有趣的位置就是 今天有一個很美的戰場 但是你中間沒什麼神際 就在那裡最對面的戰場 當對面和當 其實你會見面 現在走出來說第三層 說整個不遺診 不只是公平一點 他也是一步更得不重的 因為這個理論就是反方最難症 你可以跟他打cancer 跟他生中複 說到日中死了怎麼辦 不可能跟他打一兩小時 所以你最厲害的技術 理論上應該是在日常護理 和康牧治療 和你沒有很實在地 很有系統地處理這個問題 對面跟你說一些東西 你去到中間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牙科保健 保鷹健康 不斷地遇到大人 實際沒有系統性 真的拉他到你的戰場 例如營養師 你之前來看見 甚至是藏合得更加進行的 如果我只能給他更加進行的治療 那我應該開Panatrol 我只能給亢生套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要開Panatrol 那我說是病毒來的 很多醫療去治療 進水 多喝點水 多喝點水 剛剛的問題 我覺得這句是可以更加實在地 去處理具體的問題 具體的問題 也是輕輕地去和他 至少我覺得這些位置 不會被中風刺人 中風刺人 中風刺死了更加難處理 這些位置就是 當然中風刺人 中風刺死了這個問題 正方都處理得不錯 醫療師傅周圍都有 為什麼要這樣 這些問題可以再慢慢留 之後我希望再講 多一點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在於 今天反方 就是剛才正方的問題 反方都處理到的問題 就是 他有沒有一個 很不順意 就是他不斷 有轉移 隔離離地 就說到好像 終於沒有臨床 只知道他是怎樣 你可以這樣 但我覺得他進來 Banatrol又不可以入中 又不可以入中 西藤不會死的 終於會把人中刺死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當你把數型 這麼符合Banatrol的時候 作為一個有賺的政府 正方會用哪些問題 那你找到Banatrol 不如全部都會刺死他 不要給他Banatrol 會死人 會被捕死人 為甚麼都會刺死他 即是剛才這部分 是Fan 而他會解釋很久的 這些就是他適合 他來自入燃燒 他的時間 在玩一下 這樣 這個是戰場上很想說的 我想說少少少 我想說一些奇怪 為甚麼雙方對於治療 這個概念 這麼有趣 若對你這麼大方 沒有 因為雙方 沒有生日去 有生日去 我都不知如何處理 給我先說一說 即是中醫對於 西醫對於健康的概念 是正常的 一個年後你有症癌 所以有問題 是一個atnormality 然後便醫治了心癌的來源 然後便會怎樣有症癌 中醫那種就是那種 你本身是不同的調和起來的 你不斷的 其實很大的問題 都是調和一個長期健康 來能夠存在的 所以不斷的日常調和 重要性是存在的 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個很實在的 意識形態 就是到底你送哪一個健康觀 即是對於人體的概念 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應該把持著人體的概念去處理 不過這些問題 不是沒有一個 common ground 去處理的 例如營養師 是一個好的 common ground 將西醫那套的病理 放在日常之中 營養師就是做的樣子 在日常之中 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處理 去預防一些疾病 不只是洗手 去預防一些病菌 實際上身體狀況去處理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在這些 有趣的客人家去處理 就不會變成雙方今天在 這麼辛苦 到底第三層的日常去處理 算不算是政府應該要承擔 沒有呢? 如果不算的時候 他算不算治療呢? 如果不算治療 那究竟中醫師開藥病 自己是否應該受理 即是英文呢 如果能夠打在分歧一點 就會變成成這樣 打得很差 雙方方面也有足夠變 大家可以肯定拉回對方去處理 其實我今天已經很欣賞了 從這個動作 基本上就是 然後交回鄭斌龍 那兩位 自己跟阿芬芬 謝謝各位 謝謝李先生 現在又請林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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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場面的比賽 我覺得雙方大家很精彩 但是 我也是儘量說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 第一個位置 大家就對這個 中醫認診人數 我覺得那個 好像比較例子 因為正方他就說 你的需求大 是因為有100萬人 他開一個認診的過案 二反方就說 其實在1、5至17年 其實變成了三成的求疹 這個位置 其實是 兩方面的數據上有衝突 是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是 我覺得雙方 如果是有數據衝突的時候 要懷疑基本部 就是第三個數據的樂園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數據 譬如說 在八萬人認診的時候 他們是否正方想提及那群需要幫助的人 即是否是基層 他們如果是基層的人 變相是對你們來說一定的 而反方就是 你們舉出那個領跌的趨勢 都要提出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 不是直接有攻擊 而是正方所說的基層 是否那群離開了中醫部門的人 都是基層的人 因為是基層不需要 他們喜歡看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去化解這個數據上面的真理 而今天呢 是說 還有就是 譬如說是 譬如說是反方提出 譬如說過式定位 所以今天香港醫療的提供 其實雙方都應該有共識 其實都不太好 但是呢 正方可以嘗試挑戰我一點點 他今天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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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其實是調理你的 你不是在公營醫療的系統裡面 可以 可能事前再想 多一點點就是 如果 你跟回這個角色定位 走的 現在香港的公營醫療提供 為何這麼變呢 是否是人的問題 是角色定位問題的變 若然 譬如說 很多人突然 他們走的公營醫療 是這麼久 為何突然都會忠 他這麼急症 去看感冒呢 是否那個定位上 是有問題 還是怎樣 其實正方可以嘗試再挑戰多一點 反方 有些地方 其實我覺得可以說 比較早一點去提及 就是那個避治療強 那個可以嘗試再推前一點點 就是說 封印治療系統 那個避治療強 是 種種子種 你是 西走很快 就是看完陣機之後 你來處理那個問題 可能是 就是反應的時候 有提及很多 不過可能要再講得更細一點點 然後 後面 其實有個位置 我覺得正方 今天打比較辛苦 就是 反方 如何挑戰 就是 是否 吃過去片 又要看症 要找什麼幫手 即是要有公營醫療 是這麼幫手呢 其實可以嘗試去 確認一些情況 譬如說 有些情況 公營醫療系統 其實 給人期望 都是要幫人 例如患有病 譬如說 是結練的 其實你可以做一點點 看出 譬如說 一些婦女保健 即是公營醫療系統 為何要去做 婦女保健 例如HPV病毒的結療 是因為可能看到 大眾公眾的衛生 情況就是 子宮頸癌 可能有上升趨勢 所以 公營醫療系統 就要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解決方案 譬如說 它終於可以幫到 公共衛生 出現什麼情況 其實都可以去談過 這件事 可能就用 你們的需求 和供應 這個位置 去迎合的時候 今天看 就可能打得很辛苦 這個 還有其他 遺留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 讓其他問題 可以再搶聖 五個年 謝謝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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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幾個 我覺得 是可以再做更好一點的 其實是一些 免得可以深化自己的轉線 和自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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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正常 正常呢 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呢 可以說可以 這些癌症有什麼 一些 一些慢性神追患的 一些 上一病等 你不可以加一兩次 其他癌症有多些 接著 第二個 就是你都整個有條理 但其實病院那邊 你是醫病那邊 沒有那個問題 其實是 沒有咬得很慘 其實很多時候 整場比賽 你看到醫療這樣的行動 你要知道政府 對於醫療這個體系 那個理解 不是儘量簡單 而是幫他醫療很簡單 其實醫療 對於政府來說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會投資這麼多次 是因為其實他未必是虧的 因為其實你放醫療 擺後 對醫療呢 你是為了備忘 會負擔更大的成果 所以才調做醫療的理解 因為可能你付出的不醫療 那時候 社會上更大 更多人是病 如果你不醫療病 你會更多人病 導致你其他人 可能的工作 那時候你會覺得 其實醫療 因為你很誇張 在那時候 所以如果定位 在那時候 你會理解 到底他理解的政府 他怎樣看 醫療體系 是不是純粹說 我們要有病 就比較簡單 還是其實我們想 令整個知識 會健康一點 讓社會的運作 要保命一點 如果在那時候 那時候 這應該是反方 其實有幾個問題 反方的問題 就是剛剛 你會說 你會說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 究竟中醫有沒有問題 其實他在說人中的問題 他在說 routine的醫療法 是醫療的 他不是說醫療師傅 他在說醫療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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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醫人不可以相信 那個 就是他根本性 沒有否定整個中醫 他覺得中醫是很危險的 是醫療的做法 基本上他在說的 所有的中醫 就是不用 第一問 第二問就是 他一方面 就是說政府不應該 去供應這些資源 給這些顏外的人 因為調理身體顏外 但另一方面 他說政府應該 給醫療院去做 調理 可以去私人診所 去看東西 醫療院可以爆炸服務 如果你說到這樣的時候 醫療院 可以 就是說政府不應該 可以給錢去做這些 硬我們硬我們硬我們 應該自己有錢才做的 我們沒有責任 告別人 為什麼我要用公帑 給醫療院去做 其實他是 一方面就說 你政府也要的錢 另一方面是政府也要的錢 其實這些 其實都是要負行量 為什麼政府也要給錢 為什麼醫療院 你要包醫療服務 要包身體檢查 要包其他人 因為整個政府 看醫療體的時候 我們不只 只看你有沒有病 其實保健 你為什麼去保健 其實我所以 我認為正方說 你會有更好的人 或者更好的人 鋪陳方法 自己主持 是可以鋪滿的 你的背景 是可以鋪滿的 可能人口老闆 是不存在 原來也多人有病 你將保健的需求 是簡單 因為整個主持的建構 正常來說 你的主持 背景就是鋪出來 就是有的需求 所以你的檢查 是應對那個需求 但是沒有 背景裏面 實情是說 世衛說 中肢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為什麼大家不認可去呢 但是你後面的例子 是說我們應該要調理身 就是要調理身 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那是不是應該要 背景已經鋪了 為什麼要調理身體 先 為什麼保健是一個問題 就是是不是大家 需要這件事 所以如果在背景 可以鋪層多一點 少少狀況 其實就是越來越需要 這個保健 越來越發現 大家這個城市 覺得都是病人 或者老人病 是越來越重 所以保健是更加有需要 然後才會鋪這個論點 去打你這個調理 就沒有那麼容易 是 落得 被他們說是一個 硬外的報告 因為其實基本上現在 就是在說整個戰場 今天比賽很大部分 就是在想 到底保健 調理身體是硬外的 還是不是硬外的 但是 是沒有一個實在的定規 對話 是真的硬外的 還是不硬外的 大家就這樣說 他真的想像他一樣 但是 人變高了 對我來說 對社會很高 但是人生病 對社會的控制很高 其實是有一個 可以分的定規 看到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 但是 都是正方 可能比較少 就是做這個 其實剛剛 原來是 本人也有朋友 其實 你在看 其實他就 你發覺 反方不斷 風景風景位置 就在於那個 需求 大跌三程 對嗎 但其實需求 是不是一直都在這裡 立正去看一個政策 做了那個需求 需求的證明是很重要的 但 首先 是不是只可以定3 就是這個數字 我就在想 其實需求這些東西 是不一定的 那是否去到去的 正方法是很嚴重的 而 如果 是真的需求 少就做的話 那其實現在那些 剛剛 剛才提到的那些 糖尿病 那些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不應該 留在他們的檢查 為什麼 鄭先生 和鄭先生 剛才要做 這件事 是要將一些很寒液的病 即是接動人症 那些病 如果要留在他們的檢查 那個需求 少就應該做 其實有很多事情 可以用他們提供出來 所以 追求這件事 到底是哪一個 公建要是一個 角色定位的東西 我總是正常可以採討 是的 那 那 好 其他議題 可能可以採討 可以採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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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見 coun 好 謝謝 謝謝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